今天我們來的地方就叫做Norwich The Sunday Times都連續五年將這個地方 列為英格蘭東部最移居的城市 如果開幾分鐘可以去到這麼大的購物店 其實真的很棒 這裡最吸精的地方就是這個無敵的河境 今天早上要在家裏駕駕駛4個小時車過來 這裡也不是說不累 但是你看看這裡漂亮成這樣 真的什麼都值得了 今天我們來的地方就叫做Norwich 十一世紀那時曾經是繼倫敦之後 全英國第二大的城市 後來工業革命那時工廠沒有搬過來 所以城市發展就慢了 但亦因為這樣這邊的環境還是很古色古香 很多有特色的建築 像Norwich Castle和Norwich Cathedral那樣 它的Norwich Market 都是全英國最大最古老的Market 連The Sunday Times都連續五年將這個地方 列為英格蘭東部最移居的城市 加上平均樓價只有30萬磅不用 所以吸引到很多香港人過來定居 現在我們就先吃一點醫校肚 之後就會出發 好像蠻好吃的 對呀 你不是叫窩夫嗎? 為什麼會變成雞蛋仔? 對呀,它可能是雞蛋仔 Bubble Waffle 哦 我不能吃鹹的食物 看見好像很棒就吃 好吃嗎? 正常發揮 哦 嘩,吃這個韓式炸雞飯 嘗嘗有沒有吃 有時候香是不錯的 但我相信還是很甜很甜的 很難的 嘩,很多汁 硬不辣? 很甜的 如果是8磅多,就OK的 因為它都是翻熱的東西 但不難吃的 沒那麼多汁就好一點了 嗯 待會兒我們就逛逛商場給大家看看 吃了東西 現在我們就吃飽了 就打算逛逛商場看看有甚麼店舖 這裡其實來我們一會兒 拍的樓盤只需要5-6分鐘車程 開車 所以都很方便 因為對於主要參加Louse 人來說 如果開幾分鐘可以去到這麼大的購物場 其實真的很棒 放假都可以有些地方逛逛 不用只對著草 我剛才看到這裡也有 例如Sara H&M 這些大的店舖 亦有很多地區的東西 運動店、裝飾品 之類的Cafe 你看到現在是星期日 所以這裡也很旺 除了剛才室內的快餐之外 出來外地區的位置 也有些比較優雅的餐廳 例如有日式餐廳 有Greek 就是希臘菜 還有意大利菜 有Hamburger 都是比較舒服的餐廳 我覺得都挺舒服的 其實這裡真的有很多東西看 所以也是一個週末的好去處 住在這裡 剛才那個商場的進行下來 就到了 兩三分鐘 就是來這裡就是HIGH STREET 也有很多店舖 有食肆 例如現在這裡有一間BORG T 有些韓國食物 吃飲品 這裡也有很多人 真的很旺 我猜不到這裡 還有Plymark 有M&S 剛才見過的 也有很多東西看 天氣也好 天氣也好 所以更多人 一家大妻 出來 很舒服 好多人都說Norwich 是親民版的Cambridge 所以大家都會估計 這個地方的學校 一定是非常好 Norwich Outstanding 公立中學有四間 當中的Nordredame High School GCSE成績 是全英國排名頭11% A-Level的成績排名在頭27% 至於Outstanding的公立小學 更加多 有18間 其餘大多數都是good 所以真的不怕進入不好的學校 高等學府都有四間 包括三間大學和一間college 當中的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更加是全英國頭30名 現在大家眼前這個地方 就是Norwich Station 來我們轉頭拍攝的樓盤 只需要10分鐘的步程 由Norwich Station 搭去Cambridge 就只需要70分鐘 去倫敦的市中心 就只需要90分鐘 其實現在仍然有很多人 維持Word from Home Norwich又便宜又美 所以真的想得過 說了那麼久 是不是很想快點看樓盤呢 這次的樓盤 名字叫做St James Key 是由五星的發展商Hill Group打造的 面積由467呎至908呎不等 價錢方面最便宜的一房 18萬英鎊就有交易了 現在我身處的一間 就是兩房兩廳的Apartment 這裡正門進來 一進來的右手邊 就已經有一對門了 我開來看看是甚麼來的 這裡就是一個儲物室 其實這裡也不小 你見到其實都可以放到 如果大行李箱 其實都放到三個大行李箱 最少這裡 旁邊還有一些空間 這裡可以掛褲子 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裡面放了層架 然後旁邊又有一對門 看看是甚麼來的 這裡就是 包括儲物室 boiler rooter 都是放在這裡 其實這裡還有很多空間 讓你放些雜物物 例如掃把 吸塵機 都可以塞進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它有兩個空間 都可以儲物 我覺得挺好 因為平時之前看的Apartment 很多時候都是只有一個 然後這裡的對面 又有另一道門 這裡就是Family bathroom 有浴缸的 裡面的空間都很大 真的 跟一間House bathroom 一樣的尺寸 甚至乎可能更大一點 它也有少少的桌面 可以放些東西 如果自己安安定 鏡櫃的話 就可以更加多位置 放些洗面膏 之類的東西 其實它現在這樣的設計 又有毛巾架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這個Hallway 都很闊 如果你這裡 放了一個架 這個位置也可以放一個鞋櫃 我轉入左邊 就是第一間睡房 這一間就是一個 Master Bedroom 門口這裡 就已經是一個 On-Suite 那些On-Suite 就是正正常常的 尺寸 是棋缸 也不是說是很小的 也有個毛巾架 其實看到它這個鏡頭 是超大的 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你都可以想像到 這個闊度是多大 然後出來這裡就是 放床的位置 其實這一張床 放了五尺 其實兩邊 仍然有很多空間 就是窗邊這裡 還有一張Bench 其實這個位置是很多的 就算床尾也很闊 這裡最吸精的地方 就是這個無敵的河景 就是這個房間 看出去真的不能輸 這個景 很漂亮很舒服 這裡就有一個 入場衣櫃 是很高的 這裡也有五尺的闊度 而且也很深 我看到這個衣櫃 它的質量都可以 然後旁邊還有位置 放一個梳妝桌 或者書桌 絕對有足夠的空間 這裡 然後第二間房 就是旁邊的 這間房間 同樣有一個無敵的河景 落地玻璃窗 都是一樣 兩間房的景都是一流 但是這間房間 就不是master bedroom 所以就是沒有套廁 但其實它除了放到 一張五尺床 甚至六尺床 也好 其實床尾 都仍然有很多空間 你可以 衣櫃 書桌 或者梳妝桌 都是絕對足夠空間 都是很實用的房間 這一間 又出到來 轉個彎位 就是客廳了 基本上這個單位 真是整套 你都可以看出去何景 這個客廳有一個 很大的露台 一會兒可以出去看 出去看之前 這個客廳 都是時時正正的 其實你可以放一張L-shape 的大沙發 都沒有問題 坐四、五個人 絕對可以 甚至放一張椅子 可以再坐多一點人 這個距離和電視機 都很深 這裡可以放一張大沙發機 也是可以的 這個飯廳客廳 加起來有400尺 其實很大 宅舊來說 我覺得真的很大 剛才一看過來 廚櫃和dining 這個空間 都是超大 即是這張桌子 放了一張六人 其實前後還有位 你可以放八人 都沒有問題的一定 然後旁邊這裡 有一個空間 變成你不夠空間放東西 你可以放一個 cupboard 也可以 廚櫃 也是一個 標準的設計 用了漂亮的檯面 亦有一個全大小的ditch washer 它的焗爐和微波爐 都是Bosch 電磁爐都是Bosch 我看看它的雪櫃 就是St. Lucie 都是標準的 如果兩房 可能是三人家庭 其實都是很足夠 整個單位給我感覺 都是很舒服 空間也很足夠 儲物也很足夠 所以我覺得是挺不錯的 現在我們出去看看露台 今天天氣也算不錯 看到外面真的很漂亮 很寧靜 很多人散步 放狗 大家看完show home 覺得怎樣 我就覺得非常不錯 屋內的間隔 時事正正 使用率很高 無論房間或客廳 都很光猛 加上河境真的不能輸 走到十多分鐘 就可以去到shopping mall 和貨車站 就算不懂駕駛也不用怕 以我所知 對河的單位屬於Face 1 可以即賣即住 不過餘下的數量不多 現在發展商售賣的 就是Face 2 預計今年的冬季可以交流 管理費方面 一般的兩房單位 大概是2000英鎊一年 預算是250年左右 如果大家對聖 Gym's Key 有興趣的話 可以用下面的連結 去參加由L2 International 舉辦的展銷會 報名、詳情和連結 已經張貼在info box 希望大家都喜歡 我們今天的介紹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